我是今晚音樂會的主持人王若凡 我是今晚音樂會的主持人徐恩平 歡迎第02020高一鋼琴社夏季成果發表會見行聲 在音樂會開始之前有幾點注意事項要先提醒大家 首先在演藝廳中請勿飲食 並請將手機轉為震動後關機 表演期間請不要隨意走動或大聲喧嘩 拍照時也請不要打閃光燈 因疫情需求請大家全程戴口罩 然後我們這次音樂會彩梅花座 請大家見得做以上幾點注意事項 請大家務必遵守以維護音樂會的領執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 非常歡迎各位來賓今天的例禮 為了這次的成果發表音樂會 我們精心準備了11首精彩的曲目 每位表演者都十分用心的練習 希望能帶給觀眾們最好的表演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的時間裡 歡迎您與我們一起徜徜在美好的音樂世界 進行享受這場音樂的盛宴吧 這次演奏會的表演主題是健行聲 若凡我們不是來看鋼琪色成巴嗎 到底要來見習什麼啊 不會是要來見習怎麼讓頭髮變白吧 這個你可能沒有辦法喔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在時尚尖端的 我勸你不要再那麼自戀 要不然觀眾都要找光了 好啦我們就不要廢話了 趕快來介紹第一個表演者吧 邪鬼術客現勞 你在玩什麼橡皮筋啊 還喊這麼中二的孩子 蛤什麼沒有用啊 竟然如此火之神神樂 呀哈哈哈哈 歐拜託才剛開場而已 我可不希望好好的鋼琴色成巴 毀在你的手中欸 哼才不會 我會這樣喊是因為這樣子很爽 啊不是 是我要帶出第一首曲子啊 第一首曲子 沒錯 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 蔡孟軍為我們帶來的 鬼滅之刃第十九集片尾曲 盼智郎的歌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今天來在座的各位 大家有不少都是老面孔 那現在已經這樣子 大家記得要維持安全友善的距離 那再介紹一下我的曲子 我今天要彈的是 炭治郎的歌 是第十九話的片尾曲 那就是一首非常爛 然後呢跟劇情歡感相扣 連歌詞都非常的 就是讓人覺得熱血沸騰的一首曲子 那大家看到我現在關節的這個東西 大概也知道 如果看的人知道大概是什麼東西 那等一下就讓我們來好好欣賞一下這首炭治郎的歌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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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